我在这里真的想感谢师父 我们家就是因为五六年前 跟师父结成缘之后呢 我们家所有人都受益 先是我妈妈,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今年今年七岁了,他身上就一直很有奇迹 马上这个去年,他这个锁骨虽然断了 但是他没问题,他十来天就接了,就该干嘛干嘛 然后前一阶段,前几个月吧,又摔了 这次摔得很厉害,说什么都弄不了 然后别人就建议说,一定要去医院去拍一下片子,看看什么状况 然后我那边跟我商量,他就说,我们原则是不进医院的 如果你从妇女的角度知道他的究竟是怎样 拍下片子,一刻就回家,那些客户都不留这样子 然后去拍了一个片子,发现说这肚骨头有裂 然后他第一次就说,九十几岁了,做这种事恐怕很难 就不要做了,要请一个护物,两个人护理,帮忙什么 就是不能下床,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又找一个护物科的一个医生朋友 他看了之后,也说不容乐观了,大概就是怎样 然后我们回来,我们共识就是说,没关系 所以我们就,那个片子拍头是很干净,不是很清楚 然后那个人就建议我们再拍,那个医生 我说,不能再拍吧,模糊一点,界限定 他说,我们就到了希望,我觉得我爸爸没问题 我们都有这个信念 然后叫爸爸念头 去压力一致这样子 就是很奇迹 大概也就是,我怕躺床上已经躺了,七天,十天了 他就能起来了,现在的医院,他已经能下地,能走路 自己去厕所 就是,真的是,真的是,师父的这个能量故事 因为这个期间,我妹妹,那个阴生,还有师父的练活机 还有阴生,都蛮大声的就,就一直,很明显 因为,如果不是这个,大法的加持的话,不行 就是,就一直给你这样子继续来看 就是,挺开心 前,前一周呢,我们也就发一个视频 我爸爸竟然在念佛 就是,早晨六点钟起床以后,给他坐在轮椅上 因为我妹妹说,我这么做的很无聊,我也没放冷空 然后,我妹妹说,那你就念佛呀 我在这场念佛,你在那场念佛,我们都念过 然后,我爸就开始念佛,念了一个半小时 然后,我妹妹就给他坐下来,他这个念得很好听 然后,因为我爸气管不好,他始终是有这个气管 喊气的不够用,动一下就会不喘 但是,他是发的声哦 哎呀,我闭着眼睛,很努力的,你念了一个半小时 我就好感动,好感动 就是,念完之后,我就跟母妈妈说话 我就说,你现在是不是感觉特愉快,特舒服 对,我温度很愉快,我很轻松 真的,真的好,真的好 但以前总是说,我念佛,可是我没觉得好啊 我说,你准备几声,有什么用呢 这次我就说,哎呦,你看,你念了这么长时间 师父有用了,室友用了,室友用了,室友用了 这就很开心 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感动 我真的是觉得,哎呀,我跟师父结上所有 我全家人,师父都受了这么大的利益啊 真的是,说不出了这个感知性啊 我爸爸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状态 都是师父,都是师父 我也,也增加了我对室友用了这个细心 最感谢师父 真的是,奇迹 反而我妹妹也不错 她,这么些年,在照顾我父亲一个人 她的生活人非常地单调 她就是,她去一张菜市场,我爸爸肚子不太怕 她就,本来像是,平常是可以睡觉的 她说,爸,你睡觉啊,我去一下菜市场,我回来 她就不再睡了,她就一定等了她回来,怎么坐着等了 她现在可能心不怕的吧 那种妹妹,就这么些年,就一点光也没有 那就是因为学佛 学佛,然后可能是不太狠 我们那三位都不在本事 没有照顾她一个人来照顾自己 没有愿意把继续尽力 真的是不错 我们全家真的都是,太敢离开师父 现在我可以跟师父说一下我自己的问题 嗯 就我第一执意来了,就觉得我自己的头脑 疯疯疯疯疯疯疯 虽然我有一根骨骼 有一根骨线,我知道说 我论如何,我都要跟师父一起一发 许这个证法是 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论如何 不然的话,我老了 我就是家那些老人 我能看到人家老人的那个样子 生病啊 傻的呀,故事怎样 我能看到那个状态 我有这个主着 可是我觉得我,我就这个 嗯,脑袋 脑袋 时耳清,时耳清,时耳清,是糊涂 然后再加上我 天性就是 属于这种思虑多 然后呢 又满多 就是 属于真的是耗力不老 这样子 所以就磕磕磕磕磕的 这么些年就 真的没有,没有跑去 那我现在总结了一下 真的就是 我师傅常说的那一句话 非常注意 就是 看一看不看 我过去呢 我对这句话 我始终是一种 盘空的一种界限 我没有 我觉得我是肯啊 我是认肯啊 我也 我也没断在学 我也在 在努力啊 其实是自己的一种 盘空脑袋 就是 还是一个 肯不肯 如果我肯了 什么样的障碍呢 什么困难 都没那么艰难 如果是不肯的话呢 就 自己就会 会找很多借口 会溜掉 会溜掉 就 浪费了好多好多时间 好多好多时间都会浪费 现在有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上一次 我又请教师傅 我这个失眠的问题 然后师傅说 为了 为了 我学 哪有 那些事情 我觉得 这句话 挺 达到心里去的 你既然愿意学法 又觉得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哪还有什么失眠 哪还有什么 身体 身体好不好 老不老 这些事情 所以我现在我就 灵了 我晚上 我就轻松愉快地看师傅的大堂 爱多玩多玩 然后呢 因为看完了很精神呢 我就觉得稍微有点累了 好 我去睡觉 有时候睡觉还是失眠 失眠我就阿弥陀佛了 这样一段过来之后 我发现 只要我自己的内心不去挣扎它 去计较它 反而我身体是健康的 我反而是很愉快的 不是想象的说 哎呀我第二天我就完蛋了 因为我没睡觉 第二天怎么样 现在那些东西 真的是给自己设得限 我现在呢 我是这样给处理的 反正说 我今天晚上睡得确实蛮晚的 但是我还正常早上起床 起床之后 我就坐在一个非常舒适的椅子上 我就默念阿弥陀佛 我就念的时间少不行 超过两个小时之后 我的精神就来了 感觉我在一睡觉 就补回来了 但是这个默念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会睡着一下 但是突然念又醒了 醒了 那我就继续念 只要超过两个小时 我能量都恢复了 我就没有 没有我说我失眠了 然后我没有这样子 然后我第二天 我都照着醒了 只是 只是师父我就 我很遗憾说 因为我现在有时间 我会白天 我做了一切事情之后 然后到晚上看视频 我似乎躲在这个里面 后来我发现我这个心 还是没有到位 就是我能感受到我的心 就是我什么时候最到位了 最明亮最清朗的时候 就是看师父的发糖的时候 那时候是 师父讲的东西我很清楚 然后我的问题在哪里 我也很清楚 然后我说肯定肯定肯定去 有时候有一些问题 我很清楚 但是白天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吃饭 或者是有一些 其他事情的时候 就很容易就断了片了 就那些东西跟现在 跟我具体的 就没分得了 都要运用到法这一块 我就都还是做不到 如果没那个事情了 我才又回来了 然后如果我这一天 我没有看法看 我才忙 晚上也比较晚 然后我没有看 然后我就觉得第二天 真的是面目可真的感觉 就是不对势 就觉得自己的能量也不对 自己的心态也不是那么轻松了 其实那个习气就会有用力往上来 再一次 那这个就是 其实我还是不会这个 二六十中度在这个法里面 所以我这个就是 我想的事物检讨 你说 我做的还是不到位 然后 然后我希望我以后 我用干这个 谢谢 所以我们也这样知道 修行跟你们事先的学习的很多的差别性 其中有一个就是 你还需要人家督促的这个人 都修不了心 修行一定是自己有那个意愿 有那个动力 他才开始弃路修行里面的探索 那你想啊 那你想啊 探索一件事情 是要人家督促的那个 那叫探索 对不对 那你们世间的学术的养成 也许可以去透过人家的督促 比如说 那个爸爸妈妈 督促小孩要读书 对不对 那他再不愿意读 他也会读 因为他有各方面的 这一个 牵制 各方面的 机缘 也许他有一种 所谓的 要应付 爸爸妈妈要应付 老师要应付成绩 等等 他还是会这样子 然后他也要去应付 他要受处罚 对不对 他可以 可是 这些东西能不能得到 他可以 他成绩 你应付一下 就可以得到 可是 改革性这件事情 是应付不来的 对不对 所以当你这个人 还需要人家督促的 那些领域 就都不叫修行 这简言之是这样子 那你们常常 很多人来 修行都说 为什么来 因为我希望透过 你的督促 所以让我修行 那这种就免谈了 这种东西 那顶多只能在这 这一个层次以下 去什么 去随缘对待而已 那勉强 他一个认知是修行 他自我定位是修行 就勉强对待 那怎么铺层 怎么样预勾签的问题而已 要入佛制是很难的事情 那么你的铺层 你的预勾签 要入佛制 这一段可能要达到 好几万大吉 对啊 像这样的人 好那 他的 他的作用仅止于 什么 一粒有根 有没到走 好 那当中又有很多 山桥上边 有时候还要解囑 啊 还要产生很多摩擦 对不对 还用一种解囑的方式 来让他一粒有根 所以这种教育是一种非常老人的事情 这样的教育啊 那为什么 因为有这样的学习者 老实讲他也不叫学习者 那我们如果一修行来讲 勉强叫学习者也没关系 不能说有这样的修行人 有这样的学习者 那他自定为这样 所以 在教育领域 教育的 的这个 这个 这一边 就非常难以对待 你对待好也不对 你对待不好也不对 对不对 你对待好他不会成长 对待不好 这个手段 他也许会有一些行人 可是他会怀恨 所以通通不对 所以就知道为什么 自古以来 祖师大哉都跟我们讲 佛不度无缘之忍 对不对 人分不成熟 对不对 那指纹来血不无妄教 可是现在人的来血又都是虚位 他会来血 他带着虚伪的生命状态来血 所以 这个当然不利在古人讲的 那个指纹来血 或无妄教的 那个范畴 因为 古兽人在讲这些话 通常都是 讲到位的 而不是 讲一些 你添加一大堆杂质的那一种 比如说我们现在 常常在我们面前说 我会改 我会改 对不对 好 古人就会讲 人非圣险所能无过 知过能改 山莫达焉 对不对 那 是不是在讲这些 我会改 我会改 这些人 古人 常常讲 我会改 我会改 他就找改 他就努力在改 他在改之前 他不知道 所以他无从改 所以他会犯错 所以人非圣险所能无过 对不对 又有一点习气 又不知道 又不懂 不知者无罪 对啊 人家讲这样 所以有很多宽容的范畴 为什么圣险所能无过 又有一种鼓励 过能改 山莫达焉 只要听到人家说 我会改 过能改 山莫达焉 对不对 可是现在人 一样的形式 被迪迪掺杂的 这些物贵的杂质 让你无法想象 他跟你说要改 后来可能 讲到他盖棺的时候 他都会怎么改 一辈子 从小一直跟你说 要改 要改到盖棺 都没改过 到下辈子 怎么样再说了 那 每次说要改 你说 啊 之过能改山莫达焉 你这就要怎么成熟了 所以 修行这件事情 必得要有自主性 必得要有自律性 必得要有自发性 必得要愿意 简单讲这样 然后他又要愿意克服自己的多性 这两件事情 是任何三知识都帮不了你 你愿意不愿意 他帮不了你 对不对 你要问他 他绝对愿意 他愿意你还是不陈述 对不对 他愿意教你 他愿意教你 是你不愿意学 他没办法愿意让你学 你懂吗 所以 懒惰 他很精勤教你 你懒惰 他没办法帮你精勤 就这些事情 可是 剩下的他可以 他可以 你会明白 他可以解析让你明白 对不对 他可以告诉你方法 他可以告诉你理论 他可以分析道理 他可以举例说明 通通可以 他就是不能替代 那不能替代 可是我要自己 那自己的部分一定是自己做 对不对 自己愿意 自己肯 自己执行 这样子 那自己要精进 都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 所以 这些 你就要去 体会 你刚刚讲说 啊 我们自己 懒散啊 在做什么啊 那你就要 你就要明白这些理论啊 那做抉择啊 都是自己的事啊 那 第二个是说 遇到这些繁俗 什么 那就尽量不要遇嘛 對啊 能没有繁俗的就不要繁俗嘛 你就知道为什么 古时候的人有时候要出家 对不对 因为他自求无上道啊 但不是叫你们现在出家嘛 哦 那你们现在在家 又有家业 那你家业 你得对待好啊 你没办法 那除了 你 你不得不得 必须对待的 你其他的就不用了 对不对 谁叫你自己要去 面对那么多事 我前提是 你非必要的 你不必要的哦 你不要扭聚人的话 说啊什么都不要 那什么都不要 你要在家里要有家庭 那你这不是矛盾啊 对 你如果什么都要 你就去出家去啊 啊出家去 一般也要把家业晚餐 你家业晚餐 不然你出家也是一堆问题 嗯 有意思吗 那出家要干活还多呢 更多 以你们现在的模式 你出家要做的是更多 尤其这个时代 出家做很多很多事 哎 那当然你们就要 哦 因为出家做很多事 所以我们考虑了 你看 这些都是在凸显 在检测你这个人的方方面面的信心 动力跟价值 你是为了好意勿劳 而要学法的 还是你要增长能力而学法的 对不对 假设说啊世间很烦啊 很多事情啊 所以我要出家 对不对 那我是因为不要面对世间那么多烦人的事啊 所以我要出家 对不对 那现在告诉你 因为出家事情比世间还多哦 哦那我不要出家 所以你这样一个人不是为了学法而选择要不要出家的 你懂吗 他的学法是要让他不要面对那些事情的 而不是让他能面对那些事情的 这听得懂吗 学法是要增长能力 有能力就能面对 而不是学了法 哦 有借口不要面对 那学了法有借口不要面对 那是你学了法能力更差哦 对不对 那如果你学了法能力更差 你不是一跳进了学法的领域 就在鬼谱办法 对不对 所以有这些卡 那当我刚刚讲的 对前面讲的那个 没必要的凡事就不要去理会嘛 就这样 那个叫做没必要 哦一个人活着有他必要性没必要性 没有通通懒 对啊 比如说 假设你们是健在部署 啊 假设我们学美术的 我要专攻美术 那我其他的我就不太策略啊 这是不是 部落寡文还是什么 不是啊 因为我要 我要在这一刻成就啊 所以我要全心活力在这一刻啊 对不对 啊我在这一刻 比如说我同时美术 啊我学那么多数学干什么 那些函数什么 他说啊那些存在啊 那存在也可以用在你的美术啊 我的美术不是走那个体系的啊 对不对 不是走计算体系的啊 所以他跟我就不相干 哦这是比喻 所以我就不用花大半时间 也要去涉略数学 也要去涉略什么地理 也要涉略什么 我就不用 对不对 那可是我美术相关的 这些 之间 这些理论 这一些现象 这些生态 对存在 我就要有一些错角去理解 是这样啊 那甚且还有是 你有的也不用去理解 因为你的美术领域里面有很多方向 对不对 哦 你要走论数吗 我也不走论数啊 那我就自己创作就好 所以我的 我的面对就会更单纯 可是更单纯不是更窄化的意思啊 你这个人要去提升涵养 所以 再怎么提升涵养 就是你生活面对的 你要有关怀度 你没有关怀度 你这个人的涵养不会提升 那当然 涵养 不必然一定是看出 跟你的社交圈广 不必然是这样 而是这个人的关怀度到位 他才会有涵养 涵养不等于知识常识 对不对 那当然涵养也不是智慧 涵养是一种气息 你这个人的内在的气质 的那一股能量 那就是一种涵养 所以各个文化有各个文化的差别性的存在 他都有他属于他那一类的涵养 他不必然一定要去理解到对方 或者是收集对方的一些资料 那当对方一出现的时候 他那个涵养是可以去理解 那是一种作用力 可是他还没有达到高度智慧的这种东西 所以这从哪里来 也是从我们很多的这种静定的功夫 产生的 那你们现在基本上都没有静定的功夫 通通没有的 那没有的时候就是初期学习就是要先避下染源 对不对 污染啊 你生活当中的不必要的人事物就不要去接触啊 那你要塞满你的时间都在法里面 把你做一个彻底的直变 那当你直变成功你就可以了 你那时候又是一种崭新的风貌 所以古人有说脱胎半骨 用这种词语去形容 一个人的生命完全转化不一样 他必须从那边去努力 这个不容易用几句话讲你得去试 对 因为每一个人在讲的关怀 他的层次都不一样 有的你现在去去还问哪叫关怀啊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都是针对人 你会不会去体验 会体会 这种体会就叫关怀 而不是默不关心 事不关己 不是这样 你很多事情是不用去介入的 可是不叫事不关己 只要存在于你活着的生活作造的 你会遇到的 你都会有一种关怀度啊 这种关怀度就是一种体认生命 不是去捉摸事项 捉摸人物啊 不是去做这种东西 是在体验生命这种东西 这就是我讲的关怀度 对啊 那有时候你去跟你一个人 你好吗 对不对 世间人不可否认自己有关怀 对不对 你好吗 虽然问他 那你问一句你好吗 你对这句你好吗 跟他的这个中间无形的互动 我讲的是无形的 这种气息 你有在体验这种东西吗 你如果没有 你那个那句你好吗 不是我们讲的关怀 你那是一种客套 你那是一种所谓的喜染 只是这个喜染是一个偏向好的善的喜染 至少从别离去看到了就骂他两句 骂他两句 你有这个喜欢常看到了就想骂 这也是喜染 这是负面的 我现在讲的是一种平等观 对啊 那都是喜染 对啊 惯性 从小到我们被教这样才对啊 对不对 啊当然这样也没有错 可是人家古人的这样对待 跟我们现在的这样对待有一样吗 内敌力不一样 所以我在讲的观法就是 内敌力的这一个部分 而不是表面形式 你会讲出一句 你好吗 对不对 你吃饱了吗 你最近还好吗 都不是这个原始表面 很多现在怎会这些言识的 他动力的观法都不一样 可是他是很功利之为的 他知道我有这个样子 我好生存 他在关怀他的什么 应该讲关注他的生存之道 而不是生命的 这种所谓的存在的一种气息 所以我讲的观法有 不是这一类的 而不是世间的能力 对不对 对啊 如果你会这个 你就发现你存在太多的 太丰富的 你根本不用去追什么 对不对 去还 好无聊还想知道 因为你存在就太多东西 他所谓的 还你只能借有灵性呢 你存在就都会有一种光摆度 的一种运作啊 他就是你的生命 休息到应该是要往那边的 因为那是身心力嘛 灵性的世界 他不是只是身体嘛 你看看医生啊 吃吃养生食品啊 就这样子嘛 那为什么到最后 还是出一大堆问题呢 对身体 因为你们没气息到他最终的核心 叫灵性 那灵性出问题 这些什么 怎么看医生 怎么养生 他都会有问题 那需要关怀度啊 你关怀度没有 就没办法 所以换成两个字 体会 对不对 这些都是名字不同 在加强我们 对那个方向的触角 而不是换了一个名字 你们马上就可以懂 体会也有很多人 理解的体会都不同类别啊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领域啊 你们所有的修行 都是往这个领域去推移 要不然哪有需要摸索 你们看筋 看了文字你懂啊 你们不是常常这样的感觉吗 啊我懂了 那哪需要摸索 那假摸索不是多余 那你看就懂啊 那如果你看了懂了 为什么你今天的境界只是这样子 你看那么多都懂都懂啊 看了几年你也都懂啊 每每看的时候都懂啊 差不多去你们自己 刚刚讲自己的状态 都懂怎么会有生活上应对进退的矛盾 那表示你不懂啊 可是说你不懂你又说你自己懂啊 如果我没有讲这些建构 这些例子来做引证的话 对不对 单纯那个文字你会说你懂啊 对不对 对不对 那那个懂到底是什么 所以光个懂就有多少境界的落差 对啊 因为你们没有摸索 没去探索 我懂的这个文字 我现在懂的这个层次 它到底是什么 你没有一层一层钻进去啊 那时候我会一刹那会什么想 然后就跑回来 那不是用想的道德 我是想的 如果是用想就不会用摸索这两个字了 就不用探索这两个字了 就会用思考这两个字了 那自始至终从来不用思考 我是讲过嘛 所以我刚讲了那么多要体会 要关怀 对不对 最后跟你说 那比较倾向摸索 对不对 那为什么讲到这边 就是在让突破你 对文字字式的概念 对那你现在又来一个 我会思考 会想 对不对 你看你又全部不一样 所以你本来是那样 不知道 所以就是要破除你那样 你只要思考就没了 看守的东西跟你思考没有用 这间房子 对不对 我们站在院子大门外 里面很黑 里面到底有什么 我们从来没来过这里 大门绳索 里面黑黑的一层针都没有 我们站在门口 我们三个人在那里想 里面到底是什么 你想十年也想得到 所以跟思考没关系 那你要知道里面有什么 不管有什么 你得要怎样 你得要进去探索啊 探索是一种行动力啊 所以是一种新的行动啊 假设学法 因为法是新法 新的行动跟头脑没有关系 某个层面 某个层面 新的行动的阻碍却是头脑 对啊 那你们用头脑就完蛋了 对啊 对啊 你设想你去想啊 你有思考看这间房子里面有什么 就想好多多 你要进去嘛 那你进去就开始遇到问题了嘛 里面要推开 推开 有什么虫子 有什么蛇 你害怕的 还是什么的 对不对 还是什么草会刺人 对不对 你是不是才开始探索 开始解决问题 那也没有思考的东西 解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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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以后 对不对 你进那个房子的 屋体的门打开 哎 我看到了 休息有一段像这样 不要探索 那探索是不是体会 他会刺人 他是不是会刺人 他不是思考来的啊 他也是感受啊 一直在那边感受啊 你懂吗 是不断累积这种点 我不能叫小点 他是个点 他不是小点 对不对 他没有大小 不断累积这样探索的点 当然 不是只有这两个字 这两个代表了 所有的 学习养成的这一切 的运用 运作 还不到运用 运作 对不对 运作然后他就会往前行 这一段路才叫做修行 从这个修行的标准 你们改个性那个就不叫修行 改个性 如果从这个标准来讲 改个性 你们啊 不是改个性 是你们 一生认知的那一种改个性 就不叫修行 对啊 你懂意思吗 所以啊 用标准不一样啊 你看 那如果从你一个人 从来不改个性 对不对 也不愿意改个性 那你们那种改个性 就叫修行 这是比较急的问题 那如果人家真正在讲 学法的修行 那个都不算数 那个只是 全方便 就是说 那个 只是你要养成那一些 涵养 你才有条件修行 那既然你有条件修行 表示你还没修行 所以养成那一些 改个性的涵养 不是修行 所以不能把修行 越降越低 越降越低 可是你要知道 因为我们程度很差 所以要从那边开始 那如果你从那边一路走走走走走到顶 那这整套也都叫修行 所以 法非定法 它是看你在 定义 跟你实际生命状态的运行 来决定的 对啊 而不是说 某某定义才对 某某定义不对 不是这样 可是你们来到这 我就会让你明白 这种定义 你不一定能把这样的讲法 拿去任何一个门派讲 不一定 因为每一个门派 它的标准不一样 它的方针不一样 它的方向不一样 对不对 就好像很多 因为它的修行就是 在那边打坐放空 对不对 什么事都没做啊 然后你是说 没做是怎么叫修行 那论不完 定义就好 那你要知道 你自己修行的定义是什么 人家表达的是这个 对啊 那如果你连自己修行的定义都不知道 那你就会忙修下了 你说听一个 细听一个 他们都说他们修行 你都无法理解 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我们刚刚讲的 有比较起 一层一层 你要的方向 有的人没达到那么高 所以 他的修行只仅止于在那边 改 什么个性 改他的立业更新 那我告诉你的是 我们的标准是 你立业更新都改完了 完成了 你才有条件修行 懂意思吗 那那是一种心灵的体验的问题 对啊 因为那是提起生命的问题 那 你们以前的都是生活的调节 叫做修行 那你要修到什么时候 如果你的标准是在那边 你要修到什么时候 那你就放不下 很多事情 因为你的目标开启 不够深 放不下 所以 通而言之 所有一切修行 终归手段就是放下而已 放下 对啊 你 你能放下十块钱 你也不能说不是啊 可是他能放下一亿啊 你能吗 对 所以 他捐一亿 他就不会觉得十块钱是捐钱 是这样的概念 可是 你 你以前好不容易 一毛不把且攻击 对不对 你只愿意捐八块 你现在捐十块 那成本太太说 你好会修 这样吗 对不对 那你们的标准 你只要加入一个团体说 我们的 我们的总目标就是五十块 对不对 五十块是我们的最高级数 所以你的十块算是很会修了 你懂意思吗 人家一意起跳啊 五十块是修行吗 你的最高级数是人家的发球权都还没有 修行常常要有这些 这些不用体验呢 我现在讲的这些只是一个逻辑 用你们思考 你就可以去明白 跟 应该认同 对不对 的一种逻辑而已啊 对啊 那你至少这个逻辑要先要建构 你才能 记录到我刚刚讲那个 什么那种抽象灵性的那种摩索探索的体验的那一个 生命的体验 对啊 那时候就要调节你的位置 生命的位置到底在哪里 所以才有人家讲到佛法 对不对 命心了不可得 对啊 那心拿给我看 心拿出来我帮你安保 你怎么能理解人家那种东西 那怎么存在生命的体验 对啊 它哪有任何行为 我找不到心是什么行为 你觉得它是什么行为 是手这样子 就找不到心 所以你要改革性 手不要老举起来 手放好 这样吗 跟这个有关系 对啊 对不对 啊以前我们常看到 我们表哥常常走路都是 以前小孩子走路有时候就会 我妈妈的行为叫三车六条 站着也是啦 三车六条 站没站向啊 我们世界人讲 对不对 三车三进一步 然后斜一个肩膀什么 往车个腰 对不对 啊 要改掉 对不对 站好 要改掉 啊你说这是修行 他也在改个性呢 是 对不对 所以你要多去理解这个 服务员 幅度的意思 对不对 你就发现 我们你们 我们在讲的那个 你们在理解的那个 原来修行 狭隘到你 我们无法想象 所以 才讲到说什么要精进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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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懈怠 要肯不肯 都是这些啊 对啊 对啊 当你需要人家叫你 你要怎么样 拜托 你不要老是怎样 那你这个人就没有自个修行 懂吗 对不对 如果 如果 有一个人 常常你跟他互动 你每次跟他互动 他说 你还可以怎样 你还可以怎样 那表示你是个修行人 你还可以怎样 因为他跟你讲过 你还可以怎样 很多次了 之所以加个海 表示 我是原来的 那表示 你这个人一直在进步 一直 每次 十年来遇到这个人 每次都跟你说 你要怎样啊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你如果不怎么样 就没办法怎样啊 拜托你要怎样啊 上师不是讲过吗 你要怎样吗 啊 对啊 我忘记了 我懈怠了 我会感 我会感 你这个人就没希望 我是用比喻 模拟 模拟 模拟那个气息 对啊 这样子 那 如果每次遇到 你还可以怎样 那恭喜你 你本来就在轨道上 对不对 你剩下的 问题就是不慌不满而已 不能照进啊 对啊 如果你是在这一段之前的 你也不慌不满 那你完蛋了 你还可以怎样的 这种人 不慌不满 你还没达到这个程度 你还需要每个人 每次跟你讲说 你要怎样啊 你怎么老不怎样呢 那这个人如果也不慌不满 他就完蛋了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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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这些 就要去体验 然后体验你就知道 怎么新的执行 嗯 哇这样可以明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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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